好,那麼我現在呢回到剛剛 就是說我們除了搭配這個1Note學習 讓同學可以直接在線上做預習和護習之外呢 事實上我們在這邊都有做錄影 我們學校的書業學習平常用的跟會校的是不一樣 不過沒有關係,反正那個只是一個平台 那重點是,我在上面,我們所有的,包括所有的教材 我講這樣各位看得比較清楚 我們所有的教材,同學的作業 當然一般社會學院大部分同學最痛恨的就是要上去交作業 所以通常不太喜歡去 但是我們會把所有的相關的教材 有用到免費軟體,包括參考資料 這些我通通都會放上去 最重要還有我們上課都會做錄影 上課都會做錄影 所以呢,在這邊點下去 他就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我不知道各位,應該這幾個禮拜應該就是期中考週 對不對 那您記得,期中考週就代表已經上了學期過一半 你還記得你每一門課上過什麼內容嗎 我們家的全部都在裡面 上什麼內容,第一堂上了什麼內容,第二堂上什麼內容 通通都在隨時可以錄 對不對 那這樣的話呢 其實對同學來講 要復習相對比較快 有些人技術性請假對不對 他 不小心有事 不能來啊 就自己回家看啊 所以 像我這門課就還有一個同學是屬於韓壽的啊 因為他白天要工作 晚上才有空 不能白天來 所以他就是 就是利用自己 利用時間 那我們就去看護理的演練齁 所以這個是給各位稍微看一下 我們目前 我們 我這邊 老師這邊可以做的 翻轉來學習的方式 讓同學呢 不只可以在 課學育曲 課中練習 課後來給助學 我想這樣整個學習 效果會好很多 好很多 那 這個是我大概稍微介紹一下 那 最後呢 我再稍微簡單自我介紹一下 在您的這個 講義上面應該都有看到 這邊 有我的幾個 簡單的介紹 那麼 您可以直接從這個 到Google找這個關鍵字 就可以找到你的資料 不會有買關鍵字 老師也要行銷 應該要 對啊 你沒有 不一定 一定要重置商業行為 才要買關鍵字 對不對 所以你打這個 就會找到我的 找的相關資料 那 您可以看一下 比如說 在這邊 好 你這樣找 應該就會看到了 OK 好 那你可以看到很多個 包括了 就是 我主要的部落格 你可以從這邊 直接就 找到其他的 那麼往下呢 我們家裡有 開YouTube的頻道 我去外面 聯繫的一些內容 我們都會 把它傳到上面去 所以呢 您直接從我這個 學習網 進來就可以了 好 進來之後呢 你可以從上面 就看到 我們的 這個 YouTube教學頻道 就可以直接連結過去 齁 還有這個 比較特別的是 有一個叫 Praise的簡報 我不知道各位 平常 在做 今天這個 有在我們的內容裡面齁 我會稍微介紹一下 平常各位在做簡報的話 然後大部分是 以超夢為主 對不對 那其實用這個Praise 也是一個不錯的選擇 還是不錯的選擇 可能現在網路上比較慢一點齁 我就 待我等他出來 有機會再跟各位做介紹 因為我在這上面呢 都會有 像這樣子 簡報也可以有 不一樣的選擇 好啊 這邊這樣比較慢齁 那我這個我就先 暫時就先去看了齁 來